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省海南岛 是今年的早道 古变生长 比马年好 海南岛 风南各县 已经收获的早道 母产量比风收的1964年又增加了两三成 今年福建省长乐县的小麦获得大面积丰收 长乐县广大的干部和社员运用本地的先进经验 大搞小麦样板田战胜了连续一百多天的干旱 使全县大部分地区的小麦母产量都达到500斤以上 今年是长乐县小麦收成最好的一年 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在周总理等陪同下5月21日访问山西省西阳县大寨大队 以柯列家同志为首的客人们 受到社员们热烈欢迎 贵宾们和周总理参观农田建设情况 陈永贵向贵宾们介绍了大寨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建设新大寨的经过 在1963年自然灾害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土地 已经修复一新 贵宾们还到社员家里做客 和社员们做了亲切的谈话 大寨人战胜大自然的革命气概 受到贵宾们的热烈赞扬 四川省绵阳专区农民办公室 农业局科学研究所的干部们 把机关搬下乡 到农业第一线领导生产 搞科学试验 这里原先是一座方山野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搞起了高产试验田 改变了旧有的荒凉面貌 他们还有一批农业技术干部 常年驻公社生产队 和社员一起种试验田 推广先进技术 在生产实践中 丰富了理论知识 锻炼了干部 有效的指导生产 改变了农业机关的工作作风 上海市卫生局在4月30日宣布提升100名中级医务人员为高级医务人员 被提升的医务人员 思想进步 工作认真负责 学习刻苦 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上海国际富英保健院助产是孙菊芳 现在提升为医师 他多年来独立进行过大小复科手术2000多个 陈嘉华是上海广司医院外科病房护士长 他长期担任护士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外科护理临床经验 被提升为外科医师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同位素实验室马季晓 在利用同位素进行治疗诊断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 被提升为祭师 陕西省境内华山 以他翘把险郡 道路齐驱 闻名于全国 今年五月陕西省西安市联湖区男女民兵六百多人到华山进行军事野营活动 民兵们冒雨攀登华山险道 锻炼革命意志 学习杀敌本领 当年智取华山的特等战斗英雄刘姬 讲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八名勇士 歼灭数百名国民党残匪的英雄事迹 当年的侦察班长杨建东讲述了在夜间怎样摸敌人的哨兵 两位老战士还介绍了当年智取北风齐习匪军的生动情景 民兵们在英雄事迹的鼓舞下越过险要地段 登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华山顶峰 花大咖和画亚山顶峰 三千多米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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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四千多米旅 三千多米旅 四千多米旅 五千多米旅 一千多米旅 五千多米旅